科幻小说里的月球参全,让我们先回到了1956年,那时候Nerthi都还没有创建,更没有完成登月飞行的状据,人类对月球的了解基本上都是一些远距离观察后传播得到的假设。 当时,著名的科幻作家哈尔克兰·文特发表了一篇明媒呈现的科幻小说,描述了两个宇航员降落到月球环形山,对一种视觉平线附近的星光变暗的博物进行科学考察的过程。 小说中的宇航员最后得出结论,月球上的微光博物根本不可能是地球人一直猜测的月球大气层,而是一些漂浮在月球地表上的尘埃。 在书中,有一段主人公,关于这种科学语言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谈话,一位宇航员首先问道,月球表面的物质是最肮脏的导电物质,月表的灰尘不停地扬起又落下,因为这种运动摩卡,所以它们通常都是带电的。 当灰尘带上电荷,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另一位宇航员回答,灰尘哥立马会相互抬斥,提问者继续问道,如果一个周长年年数百千米,边缘高达几千米的环形山都带上电荷,那落在这座山上的灰尘将会发生怎样的奇迹呢? 可幻小说作者凭借自己超凡的想象力描绘出的答案是,那下灰尘将会在静电作用下,像一座巨型的喷群一样,在凉光下生腾不止,哈尔克兰门特自己都不知道,他描述出来的幻想情节,与后来的月球登陆车拍摄的照片,以及登月宇航员,亲眼见过的情景再吻合不过了,在宇航员乘坐阿波罗11号登月之前, 人类就像月球拍出过一些勘测飞船,勘测飞船软逐鹿在月球表面后,立即向地球转回了大量让当时的人们迷惑不解的照片,照片中显示,在离月球地面不远的空中,总有一些有如黎明到来时的微弱光芒在闪耀,非常清晰,并且这种状况会一直持续到黑夜来临,此外,由于月球上没有大气对阳光的反射作用, 它的地平线应该如刀剖一样平直锐利才对,但是月球地平线并没有将天空日月表情为分明的分割开来,而是有一个逐渐模糊的过渡感,最让人们感到惊讶的, 是于1972年,乘坐阿波罗17号飞船环月飞行的宇航员们所见到的奇怪,在月球上的日出,与日落的前后十秒之内,宇航员们反复看到了被他们叫做磁带,白脸或者晨曦的光布, 他们把这些奇怪的光影,透过素描述写下来了,同样的光影,也被承作过阿波罗8号以后的宇航员们看见过, 分拳,静鹤的作怪,在地球上,我们也能看见与这种光芒相似的机会或者晨曦, 日出和日落时分,当太阳的光芒被山乱阻挡,常常在天空中留下对比强烈的光柱和阴影, 这是由于阳光照射到空气中的尘埃时,既容胶态的尘埃对光发生散射, 我们就看见了光柱,人们猜测,也许月球上的微光也是那样产生的吧, 在20世纪70年代,当宇航员们展示这个月球上的怪事时, 许多行星天文学家就是这样解释的,甚至跟这种推论写成了科学论文, 但是,既然月球上没有大气,那些灰尘如何能够长久的漂浮在月球表面呢? 即使有月星冲击月表,造成灰尘颗粒暂时飞溅上升, 那些灰尘为什么不可快地毁落到月球表面上呢? 为了解释这个现象, 那本科达德航空飞行系中心的物理学家们建立了月球运动的动态喷泉模型, 这个模型解释到,实际上,月球上空存在着一种由几位纤细的不停运动的带电威力组成的大气, 这里借用喷泉这个词语,不是因为那些威力是水分子, 而是希望用喷泉这种直观的比较对象,来说明那些威力大气是如何在运动的, 月尘带电威力从月球表面上连续不断地升起来, 又连续不断地回落下来,前赴后继,最后的结果形成了尘埃的喷泉, 看起来就像是月球景地表面一层静止的传来大气, 只不过这个大气层,完全由连续运动的带电尘埃颗粒组成, 这种喷泉模型其实并不神秘, 在我们身边,就经常发生这样的事, 将冲气的气球放在头发上摩擦树下, 然后离开头顶几厘米, 你的头发马上就会朝下气球树立起来, 这是因为在摩擦气球的时候, 垫子会从头发上跑到气球上去, 从而使头发带上正垫而气球带负垫, 正负垫和相吸引, 就会导致本来下垂的头发随着气球直立起来了, 但将带电的气球完全拿开后, 你的每根头发会彼此分开, 整个头骨的头发像一把张开的伞一样都扩张开来, 持续一段时间后才慢慢回到原来的自然状态, 这是因为当带电的气球已开后, 每根相邻的带有正电客的头发, 会因为同性相质而彼此远离, 不放头发就会成选择的状态了, 这与带电的月晨悬浮空中的道理完全相同, 月球上布满带电的喷泉, 不过现实中的月晨颗粒, 并没有小书中所说的那样, 因相互摩擦而生电, 月晨是从太阳那里得到定电的, 一方面通过阳光照射补护光能产生静电, 另一方面通过来自太阳本身带电的粒子获得电子, 如太阳光, 在月球的日照面, 由于太阳的外线和X射线到各种高能射线的轰击, 月球表面尘埃物质的原子与分子中的电子发生越先, 直至践离,月晨威力所带的正电荷逐渐积累, 电荷越来越强, 直到使尘埃威力相互排斥开来, 甚至离开月球表面, 上升到数米甚至数千米的空中悬浮起来, 由于月晨非常微小, 一般直径不到一微几, 所以在整个月球制造地区所形成的壮观的带电灰尘带, 闪闪发光, 让人误以为是月球大气, 这种奇观即使在宇航员登陆月球后, 也能被清楚地看见, 那么在月球的背日面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那里实际上也会发生月城喷泉, 不过那些悬浮到空中的月晨所带的电荷不是正电荷, 而是负电荷, 这些负电荷来自于太阳风中所携带的电子, 再加上那些在月照面被太阳风激发出来的负电荷, 会一起随着太阳风流向月球的背日面, 实际上, 根据喷泉模型的实验证明, 背日面所带的电量, 比日照面还要高得多, 在那里的月城威力会飞扬得更快, 更高, 也就是说, 背日面的月城喷泉, 实际上很有得更猛烈, 更壮观, 只不过没有阳光的照射, 而无法被人们看见或者拍照, 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 在月球的白昼与黑暗的分界线上, 又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呢? 我们知道, 月球也如地球一样, 日出与日落造成的周围分界线总的周期性地移动, 这种运动又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物理学家们根据喷泉模型推测, 在分界线区域, 将会形成一种非常强大的地平线电场, 电场会导致月城向流起一样, 在地平线上空横向流动, 最终, 边界区域的灰尘, 被电场全部吸光, 当然, 月城魅力太小了, 以致女航员无法用肉眼, 看见那些在地平线附近急速奔流的尘埃巨浪, 不过, 当你身处地平线附近的黑夜区, 欣赏月球上的日出时, 你会在地平线上看到一幕极为怪弹的晨曦光芒, 它们很薄, 像是一匹巨大的白布脸, 在地平线的上空舞动不已, 疙瘩的航空飞行器中心的研究人员, 正在进一步探求与月城喷泉相关的一系列迷人的问题, 例如, 对那些极深的月坑, 因为中年照射不到阳光, 经过数亿一年纪的时间, 会不会累积出极强的附电厂呢? 了解它们是极重要的, 因为那些中年被阴的火山深恨里面, 是月球水资源的最大储存地, 那里是人类月球殖民基地的最佳神址, 如果那里充满了命运麻麻待见的尘埃, 人类将如何应对呢?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